杨氏太极刀 现在我讲一下杨氏太极刀 杨氏太极刀 是由 我的老师 著名武术家朱桂廷先生 向杨成仆 学拳 这个杨氏太极刀 它动作 是由 初老师根据杨氏 原来太极刀绝 十三刀绝 增加了部分内容 稍微有所改变 内容更加丰富 动作紧凑 架势 威门 这个刀绝 是比较好的 这个 初老师呢 从杨家 学了这个太极刀 他整个动作 他当时是在租 杨家 杨成仆下面呢 他成为 撒大弟子之一 后来又成为 巫虎将之一 这个 初恶定老师 在杨家呢 做出了一定的 在这个太极拳的宣传也好 这个太极拳的细力 都做了一点的贡献 我把这个 刀的拿法 我先说一说 这个太极刀呢 这个跟一般刀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 拿在前面的 拿在手心上面 手心上面 它是 只有一个手指 一个舌指 舌指定着刀 刀柄 其他手指 大拇指 伏在刀疤上面 其他手指都合起来 拿在这里 那么这个刀呢 是放在前面的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的刀刃 刀刃向前 不能不能向你的 就向前的 那么有不少学者问 这个太极刀 怎么用这种刀 这个刀像是 什么指挥刀似的 那么这是有这个 一个说法 这个在当年呢 这个杨家吧 这个太极刀是 这个杨家太极刀吧 杨家呢 有一个日本朋友 到杨家去 他送给杨城府呢 一把刀 这把刀呢 这个杨老 杨师爷呢 这一看呢 这个刀 这个刀很成熟啊 还成熟 长段都 刀已经很好 那么他就说 这就行吧 这就把它改一改 刀把这个 刀疤里面 刀就改一改 刀疤也改得长一点 就这么迎城 来做个杨刀 杨师太极刀了 有这么个来历 这个刀呢 就是说用到现在 一般呢 我们过去都用柳叶刀 柳叶刀 大家知道 这个柳叶刀 就是一般 这种小的柳叶刀 所以两种刀型都可以用 并不是说 自己一定要用哪个刀 这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这种柳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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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叶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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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叶刀刀刀 杨树拆机到的,我现在要进行的就是分组介绍,分七个组来说。 那么先把第一组演示一下。 现在我把每一个动作进行分解。第一个动作是预备式。预备式呢,我们这个首先站好,两脚合并,身体站直。 那么这个太极道呢,这个运动的要求呢,和太极拳是相一致的。 它这个腰领啊,方法啊,都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按照太极拳的腰领来做。 这个,它第一个动作,这个右手放松,随之在右侧。 右侧。 左脚向左脉部。 这个宽度,这个宽度与肩膀,与肩相同。 与肩相同。 那么右竹手,竹手或刀呢,它向左脚向上,向前画一个圆圈。 这么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以后, 那么,主脚呢,向左跨半部。 向左跨一圈。 来,主脚侧部。 侧部向外,脚尖向外屁。 那么右手呢,在这里,到腰部握拳,上部。 这就是第二个,上部齐心。 将挪开以后。 挪开以后,这么下线右圆。 这就是上部齐心了。 这就是上部齐心了。 这个要求虚部动作。 这个拳头呢,稍微高一点。 跟嘴巴一样高。 这个刀呢,横在右臂上。 横在右臂上。 右臂上。 再拳头。 右拳放松。 退步。 这个刀呢,往手臂上。 下滑。 下滑下去。 右手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向右侧上去。 这个右,主脚尖垫地。 退步跨弧。 退步跨弧。 这个也是太久拳当中间的退步跨弧。 类似的。 退步跨弧。 那么这个掌呢, 这个手都是圆弧形。 圆弧形。 不能拿成这样子。 放开。 放开但是又不是圣枝。 大弧形。 大弧形。 那么这个刀呢, 都是手掌。 不是尖。 不是这样。 都是分开。 手掌。 手掌的要求, 大拇指圣枝。 就是, 虎口圆弧。 放圆。 虎口放圆。 四肢未确。 未确。 掌心内凹。 内凹一点点。 但是又不能太凹。 稍微凹一点点。 掌心就行了。 就这么掌心。 那么, 这个弯。 手掌跟手臂, 也是一定要圆弧形。 你这个伸出去, 掌成这样子也不行了。 也是弯过来, 跟手臂配合, 成为一个大弧形。 退步夸弧。 这个脚尖一垫。 这个刀呢, 在主侧, 到主侧去了。 下一个动作, 右割。 右割呢, 这个刀呢, 从主侧, 提起来。 提起来。 提起来以后, 这个脚也提起来。 这脚也提起来。 提起来, 怎么叫右割呢? 这个刀呢? 这个刀不是有刀刃吗? 刀刃呢? 我这么一割。 他这就是右割了。 就是往外用了。 这刀是排用处了。 这么一割。 这右割。 好, 再落下, 下前进步。 这个时候, 刀的主手手心向上。 这个右手呢, 就一割过去了。 把刀接住。 接刀。 接刀。 把刀接住。 接住以后, 这个主手, 往下回出来。 按在右手上面。 按在右手弯上。 按在右手弯上。 这个时候, 应成为公布。 公布。 公布。 这是一个, 接刀的应试。 接刀的应试。 退步跨弧。 叫一提。 这个提脚, 一定要提得稍微高。 提平。 脚尖朝下。 脚尖往里够。 你不要提起来, 这么提就不好看。 这个提起来, 往下。 他一提, 脚尖往里扣, 脚尖朝下。 Shout out抗尖朝下。 philosophy & fлет 这一冲, 再往前。 钚疤朝下。 那么这一刁, 刀子包得在中间。 乖抢中心。 这样中心。 脚尖一转 勒刀 这勒刀 这勒刀 这个勒刀 这也是一个搞定 这个勒刀就是把这个刀往前勒 不是刺 也不是屁 一转要 一转脚尖 脚尖一转 勒 这个脚也要踢平了 也要踢稳 一勒以后 蟹部 蟹部 往前刺 这个刺不是折了刺 而是横刺 这个它有点摩擦的 这个也摩擦 摩擦过去 这个 拉开以后 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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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这两个手就一起靠上去 不是 你一个手上去 一个手再上去 这就不协掉了 不协掉了 拉开以后 这个有个跟布置相同 所以它这个刀呢 整个身体 步伐 身法 都要配合协掉 都要配合协掉 脚一落 上去了 上去了 再上步 各刀 篮掃 走篮掃有篮掃 这个是蓝刀 蓝刀 一落 前刺 前刺 这个刀往上距 往右侧绕一圈 往一圈 再往前 往前呢 这个主角向前 卸方 上步 这个蓝刀 走蓝刀 这个掌呢 主手 主掌 现在我说主掌了 主掌 放在刀疤后面 放在刀疤后面 那么这个是 这个公布呢 不是正方向的 稍微有点偏的 卸方向 这个蓝刀 公布 走蓝刀 走蓝刀 那么幼蓝刀的时候呢 它这个刀呢 这个上去以后呢 这个主手就跟着刀走了 主手跟着刀疤走 在右手上面 跟着刀疤走 幼蓝刀 那么这个刀要平 放平了 放平了 那么这个公布呢 基本上是像柱的 刀尖像柱 刀尖像柱 左蓝刀 再上步 幼蓝刀 接下来是一个动作是 三斩蟹腿 三斩蟹腿 三斩蟹腿呢 这个动作呢 刀尖往上撬 这里一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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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倒往中 往后那 这么一脚往中 往后那 提右脚 提右脚 再落下右脚以后 脚尖往外配 再上主脚 这个刀呢 这个主手呢 刀转 向竹一转 这里竹 竹手就压在刀背上面 刀背上面的 刀背上面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因为前面也有口 也是快口的了 不能往前 三分之一的位置 刀上面一脚 再瘦半步 刀往下一压 再上右脚 转脚尖 再上主脚 三斩蟹腿 那么这个刀呢 这个推呢 是推在这个扶口位置 扶口的位置 掌心的位置 掌 放松 这让它放松一点 那么刀呢 是 这个刀背呢 举在头的一点点高 头的位置 这个刀呢 卸下去是45度 你不能太高 也不能往下 正好是向前的45度 公布 眼睛往前看 这个是整股 位置是这样的 再做一次 左蓝手 右蓝手 脚往上脚 再收回 上步 这个脚往上走 这么一抽回来 这个手碎过去 压上去了 再上步 这就过去了 好 现在呢 把第二组的动作呢 进行分解 在分解之前呢 先请我们周杰同志呢 把第二组演示一下 我把第二组的动作呢 封解一下 上次在第一组的时候 是在社战协退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 独立批刀 独立批刀 那么这个刀呢 要往上了 身体往后坐 重心移到右脚 一到右脚 身体一到右脚 主脚马上提起来 提起来 这个批刀 独立批刀 这个腿呢 是独立站稳 右脚呢 提平 那么这个刀呢 是从上往后批 往后批 刀也要批平 这个掌向上 掌心 手心向上 掌心也向上 这个掌也是圆弧形的 不能 掌不能 有些人会这么样 也不行 撑出来 撑出来但是又不能伸直 玩圆弧形 圆弧形的啊 这是一个刀 这么个批刀 独立批刀 独立批刀 再来一次啊 站好 再足有撩刀下去 主脚再落下去 主脚落下 向前撩 向前撩 这个撩刀 撩刀是反的 这个手心朝上 刀刃朝上 是反的 撩 这叫撩 撩刀 独立批刀以后 这个主脚落下 主脚落下 马上脚尖就向外批了 向外批了啊 落下 这个脚就 向后 向左转 也向左转 整个身体向左转 向左转 右脚上步 刀随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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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而上 撩 公布 刀 基本上是撩平的啊 那么这个主手 也是后面也是平的 不能主手 丢下来不行 也是往后撩 再收一收 收一收 这个刀也收回一点 像猪绕圈 这个主手 马上按在右手腕上 撩回来 马上按在右手腕上 再上右脚转脚尖 上主脚 这也是撩 这个是顺撩 一个是反撩 这个是顺撩 这个也是撩 这个也是撩 是吧 独立皮刀 注意要刀 一 再一收 收半步好了啊 不要一收 有的时候一收 手的很近 都不要 这么一收 一收 绕圈 再上右脚 再上左脚 撩刀 这个撩刀 撩刀 撩刀 撩刀以后 这个刀还是要往下一点 不是平的 刀剑往下 刀剑往下 那么在五星参掌 五星参掌 五星参掌呢 就是说 你这个撩刀出来以后 步子并不很大 并不很大 参掌呢 这个刀 步子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参掌掌开来了 五星两掌 这个五星两掌 这个刀呢 往上要提平了 提平 手稍微高一点 手不能弯的 这个稍微高一点 放高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掌呢 还是对着这个主角的 这个掌 还是对着主角 手指朝上 这个做完 这个手腕要做下去 掌竖起来 接下来呢 转身 转身呢 这个刀呢 往头上绕过去 绕过去 现在放在右肩上 当时不是刚在右肩上 离开右肩一点一点 对不对 右脚收一手 再往后屑部刺 那么这个刀呢 就横在右肩前面了 横在右肩前面了 那么再往前 往右后方刺出去 这个叫顺腰头铃 顺腰头铃 这个也是踢脚的 多力推 那么这个掌呢 浮在刀疤的后面 向正的把刀推一推 推一推 转身 往后撤 好 再一楼下 五姓叉长 这个五姓叉长 这个叉长 这个刀呢 后刀要提平 后刀提平 这个刀刃向足 对吧 刀刃向足 对吧 刀刃向足 这个叉长 那么这个是 竹脚 竹收在竹脚的上面 是这么一个动作啊 再来一次的 转 马上往后 往竹脚坐 这右脚侧部 叉长 后脚 那么再下一个动作 用去穿穿 用去穿穿呢 这个刀呢 下来 下来呢 向前方提起来 提起来 我上右脚 上右脚 上右脚呢 这个上来以后呢 这个脚基本上是 四十五度都披好了 这个四十五度 因为我的位置都 站好了 不能上步是这么上 这么上 你再上步就 这个脚就避住了 上步的时候 这个脚就 四十五度 下来 上步 这个刀呢 向右方绕一大圈 绕他一大圈以后 上左脚 这个刀呢 横过来 刀刃向前 对出去 这个是妞女穿穿 妞女穿穿 这个妞女穿穿之一 那么这个手被 主手手 手张在下面 掌背向上 在主右手臂的下面 这样上去 再刀想绕一圈 绕一圈 绕一圈 这个主手出来 好 出来要捂在刀的背上 三分之一 推 再上右脚 再上右脚 再上主脚 推 推 这个手把 刀把向上 刀剑向下 成四十五度 这个整个 这个手掌刀 跟主脚是一条线 上下一条线 放大一条线 所以这个后刀是一个体平 再上步 再上步 这样子 翻过来再做一次 这个餐长 再向主绕一圈 上步 好 下面呢 再把第三组动作分解一下 那么分解之前呢 我们请雷湘欧同志 把这个第三组演示一下 下面就把第三组的动作啊 我把它讲一讲 那么刚才是讲到那个 这个疘运穿算下来 一个 第一个疘运穿算 在这儿 这个方向 那么接下来呢 是转身长刀 转身长刀呢 这个你转身的时候呢 这个手线要藏进去 所以手先藏起來,轉身,提腳,再往這兒,右腳上後方一步一跨, 這個刀從主肩上下來,主掌從刀背上就推出去,再往下拉,刀往下拉, 這個掌要衝出去,這個刀在右側,右側手稍微往後拉一點, 這樣子不能垂直,右手臂不能垂直,稍微往後移一點,刀往後移一點, 這個看上去有威力了,刀好像預備要刺出去一樣的, 你這樣子,這個刀就是沒有衛星了,這樣子,這個刀又衛星了,往後拉一點,這個長刀,轉身長刀, 這個身體還是要折,頭要頂起來,眼睛往前看,接下去還是有女女痠痠, 接下去還是從這邊,往這邊走,往右,往左側走, 上部,刀提起來,手往下,足手往下,再向上繞一圈,向右繞一圈, 足手藏在右邊下面,刀向上,這個刀是卸的,也不是平的,也不是直的, 有些少許有些,這麼卸的,這麼卸的,再向上,向周繞圈, 再上步,上右腳,再上前,這是兩個女女痠痠,是吧,這也是個斜腳,斜腳,這個動作是斜方向,斜方向,是不是, 剛才是,這一個動作,刀向周繞一圈,繞一圈,上右腳,腳尖往外屁,再上左腳, 再轉身長刀,首先要長起來,你轉身的手起長,再轉過去眼睛馬上往後看,右腳踢一踢, 來,這個長刀,長到以後,跟剛才一樣的,這個長是梳起來的,刀往後拉一點, 那麼這個下面一個動作呢,就是拉刀是一次,拉刀,那麼重心往後移, 重心往後移,這個刀呢,往下方向起,拉刀,這麼拉下來,拉刀,這麼拉, 這個一圈呢,這個右腳就是往裡瘦半步,瘦一點,一瘦, 這個瘦,竹瘦不在右手上,一圈,這拉下來,拉下來以後,刀能繞下,刀前, 兩位高一點,你不能拉下來,這麼拉就不行,刀前稍微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現在人還是要站直的,頭要頂,能不能繞下去,不能繞下去, 再前刺,前刺是兩手刺,兩手刺,兩手刺平,刀要刺平了,這個時候會在上面,公布, 接下來,這麼再跳步,跳步,刺好以後,跳步,收來,不止收回來,收回來,不止拉回來, 拉回來,這個刀,繞圈,一跳,就須過,一吃以後,噴,噴,須過, 所以拉回來的時候,這個右腳同時收回來,同時收回來,想在主腳的面上,換腳,在主腳的右側換腳, 主腳起來,馬上出去,這個刀同時往後繞,收回來,換腳,刀同時往後繞上來,從頭上,主肩繞圈, 來,那麼在這個刀,主手從刀背推出去,刀往下,這個須部,是吧,這個眼鏡還是往前看,刀還是往後拉一點,這個須部,這個掌還是,這個手掌,主手掌還是推出去,推出去, 那麼再進一步,批刀,進一步批刀,主腳向前進,這個倒提起來,主腳進一步,右腳再進一步,是吧,再上主腳批刀,主手就到上面去,進一步批刀, 那麼在腳進一步批刀的動時,這個刀要往上踢,所以刀跟腳是配合的,不能倒進一步批刀的, 那麼就是要進兩步,要進兩步,要進兩步,這個須部,要進兩步,這個須部,要進兩步, 進兩步,進兩步,就是主腳上去轉個腳尖,主腳轉個腳尖,右腳進一步,再進主腳,批刀,批刀,批刀的,手就往上去了, 那麼在腳進步的動時,這個刀要往上踢,所以刀跟腳是配合的,不能倒進一步, 刀先走,腳先往走,腳先走,刀往走也不行,這個兩個刀跟腳是配合,上下配合,是吧, 一,二,上右腳的時候,刀騎,再上主腳的時候,刀上繞一圈,刀劍向上, 刀劍向上竖起來,再批下去,是吧,這兩個是同時的,上右腳的時候,刀踢起來, 來,上主腳的時候,刀劍向上,刀劍,來,向上繞一圈,刀劍,刀劍, 刀劍,手掌,阻掌,向上,甚至,掌心向上,這裡公布, 財 framework,刀劍時等,請指向然後做交扫事, уб辰抠家就有出現吧,在 Vasukai , 刀劍擊的時候去刀劍 75 005050 5050, 刀劍向上更加於是你有色違像嗎? 下面呢,我們要講解第四種。 現在,先請這個第四組演示一下。 然後,提了兩個主, 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进步批刀 那么转身长刀 下一个动作转身长刀 那么转身 这个重心往后移 刀往里收 身体一转右脚就转过来 转过来右脚一提 向后方落步 这个刀就往下撑 这个刀往下撑 轴上往前推 这个长刀 公布 身体水直 头要顶 甚至眼睛往前看 刀刃往下的右手 向后拉一点 然后向后拉一点 所以转的时候要收 这个脚跟刀要配合 同时转 同时收 这个皮刀以后 转的时候同时转 身体跟刀要配合 一转 刀就收回 右脚一提 在那下刀往下 往后拉 下一个动作是上步刀 那么右脚尖往外转一点 上猪脚 上猪脚 这个刀就是说 上猪脚的时候 这个刀要拿起来 刀剑向前 是这么个 刀要往上提 刀往上提起来 刀转一转 刀刃向上 转到向上一点 再上猪脚 那么这个手 主手藏在右臂的外侧 右臂外侧 这个割下去 这个是刀轮朝上 刀轮朝上 刀尖六位往下 下个动作 转身 转脚尖 那么就是 头往后看 那么就是 转身顿脚 这一转 中心再往主脚移 右脚起 顿脚 它一顿 所以这个顿脚 刀不动了 顿脚以后 这个顿脚 一定要这个脚提起来 这么往下顿出去 不能这样子 扔上去 这个顿脚是这个形式 转身 再做到主脚以后 顿脚 顿脚落下来以后呢 马上就换脚 换脚 刀向上 那一圆圈 再打在这个地方 南腰道 南腰上面 横过来 是这样子 顿脚朝刀 这个叫顿脚朝刀 割刀以后 转身顿脚 顿脚 换脚 换脚 长刀 长刀了 这长刀 是吧 这长刀 主手在上面 主手在头额 头额的上方 右手在横道 在小腹前 再转身 转过来 再向右 重心到主脚 再提起 再顿脚 再提一脚 顿脚以后 顿脚以后 那么这个刀呢 从前方勒过 勒过去 勒刀 勒刀以后 挂耳 这个挂耳呢 所以两个手要同时合上去 这个刀尖稍微高一点 因为它要对方的耳光耳朵嘛 耳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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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刀以后转身 一顿脚 一顿脚 脚一瘦 这个刀就往前勒过去 勒 勒 抽刀的时候 这个布置右脚要收回来 收半步 刀尖朝上 再向前刺刑 平刺 脚步攻步 后脚自然要伸直的 每个攻步后脚自然伸直 刀放平 刀尖往前 刀刃往下 刺刑 再转脚尖 刀上不洗刀 须部 上不洗刀 这个刀还是往后拉一点 往后拉 往后拉一点 是不是啊 好 现在就讲这个动作了 第五组 现在我们讲第五组 第五组 那么下面就请物质总之 把第五组演示一下 现在我把第五组的动作 每一个动作分界一下 上个动作是洗刀 这个洗刀 洗刀 接下来第一个动作是向后撂刀 向后撂刀呢 这个步子呢 主角向前进半步 进半步 这个刀向后撂 那么这个是攻步 撂的刀要撂平 撂平 撂平 那么攻步是向前 对吧 身体呢 稍微往后 往后这一点 眼睛要往后看一下 往后看一下 那么这个主手呢 还是向前呢 这个掺掌 还是掺掌 还是掺掌 先后撂一下 接下来是旋刀 旋风 旋风长刀 旋风长刀呢 这个刀呢 就是说 往右拉 往右拉 右脚往旋轴 整个身体往旋转 就旋过去 旋过去 旋过去以后 然后这个脚呢 这个脚呢 往后 右后脚 抖 再提起来 旋过去以后 提起来 再是一个长刀 是这个动作 向后撂刀 撂刀以后 这个撂刀呢 主要对着右脚 对着右脚 旋风 再来一个长刀 所以这个旋风呢 主要这个身体要站稳了 刀呢 要拉平 主要是旋风 这个旋风呢 就是说这个刀 一路可以拉过去 刀往后撂 往后撂 往上 从主肩下来 再长刀 再长刀 这个长刀还是一样 刀 往后拉一点 刀肩向前 手掌向前 主手掌向前 主手掌向前 那么 下一个动作 闪身撇刀 那么 这个闪身撇刀呢 身体往后做 做到主脚 右手使刀提起来 提起来呢 这个身体呢 要往后散了 往后散了 闪身嘛 这个身体往后伞 重心往后做 往后伞 撇 这个刀呢 提起来往后 往左绕 手掌向前 往后伞 手掌向前 这个身体向左 这个手 这个身体呢 批刀呢 这个向上批刀呢 这个身体是倾向于左边的 往前左一点 往左边 这个身体也是横过来了 完全横过来了 可以说 这个 因为这个闪身了嘛 长刀嘛 朝刀 提起来 手足手往下 刀往上拉 劈 那么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海底捞月 接下来海底捞月了 是吧 散生劈刀以后 海底捞月 海底捞月身体重心往右转 往右移 那么这个足手往右手下面撤下去 撤下去以后 这个足脚要向前进步了 这个刀向右向上 向右后方划一个大圈 划一个大圈 足脚向上步 上步了 这个刀从下边 从上下往下 自下而上 再向前撂出去 那么这个是海底捞月 海底捞月呢 这个刀刃朝上 刀剑向前 这个手呢 我刀把这个手型要朝上的 这个手就是这么 怎么不是这样 不是手背下下 手背下下 这个刀 这个手跟刀伸出去 要往前伸 往前伸 这个主手呢 尽量往后蹭 这么蹭看 所以这个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要拧伸的 要拧过去 拧过去 往后拧 这个 所以这个手 手跟刀都有平衡感了 又平衡感了 接下来一个动作 是压刀 压刀以后呢 这个压刀呢 这么压刀 压下去 同样是 右脚上步 右脚上步 横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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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刀呢 转过来 刀刃往下 好 这个手压上上面 来 腕腿 两腿向胶 身体往右转 这个就往下做 那么这个腿就向胶了 大腿夹紧了 长刀 压刀 这个压刀 上步压刀 这个压刀呢 海底捞约 我转过来 海底捞约 上右脚 这么一压 刀是压在这里 刀呢 是平的 刀平的 刀先向前 这么压下去 往下一压 接下来 举刀 举刀呢 这个是上步批刀 上步批刀呢 这个竹手呢 要去拿这个刀了 竹手它是用上手把 上手刀 要上手刀了 那么这个竹手呢 我在刀把的后面 右手在前面 竹手在后面 这个压刀以后 压刀以后 这个手呢 马上拿到后面去 把刀举起来 把刀把举过头 刀身卸的往下 刀剑往下 刀扔向前 刀扔向左 这么举起来 再上左脚 上左脚 披下 披下 披下呢 这个后脚呢 更半步 右 右 左脚上前 右脚更半步 这上步批刀 批刀的动作 这个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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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小腹前面 刀的位置 刀疤的位置在小腹前 刀呢 斜的向上 刀尖 斜的向上 刀扔向下 是这样啊 这里没看到这个啊 压刀 压刀以后呢 这个手呢 就拿到刀把后面去了 因为上手 上刀了 上手刀以后 举起来 举起来以后 上左脚 举骨头 从上而下 披 这个披 重心还是住在后面 住在后面 是吧 刀剑朝上 所以身体要直 头要顶 眼睛还是要往前看 眼睛往前看 刚才就在这里 批刀 上步批刀 接下来是 不用望约 不用望约 这个刀呢 往上转 往左边转 往左边转以后 这个时候 左手就松开了 按在右手的手腕上 上右脚 斜卷 不用望约 不用望约 斜公布 是斜的 不用望约 是往上步 刀刃是斜的上上 不能直 也不能狠 斜的 刀刃 刀刃往上 刀要施平 刀要施平 这就是这个批刀 批刀下来 往左边转一绕一圈 绕一圈 左手 左手松开 按照右手抹抹 右手弯上 上右脚 不用望约 下一个动作 上步拦腰刀 上步拦刀 这个刀呢 向上 向右 绕圈 再上竹脚 这个刀再横过来 蓝腰刀 就是横过来 横在腰部 横腰 这刀平的 横腰 刀剑向阻 刀刃向前 这个阻转 在头的上方 头的前上方 这样子横腰刀 再做一次 不用望约 上步拦腰 刀向右转 上步 横腰 好 这一组就这样了 额